最重要的是我終於追到今天 Suite TV是有現貨 我從來不多貨 如果外國的朋友想訂購 其實這套訂購我們會寄的 香港的朋友可以直接上來買 但我不多貨 因為我存了十多部而已 Suite TV是甚麼呢 Suite TV搞清楚 它不是你們看開的電視盒 它是一部電腦來的 你要搞清楚 它有四個功能 有電腦功能 有遊戲機功能 玩慢遊戲 包括月光寶口 有影視功能 和鹹濕影視功能 四個功能 不懂得玩的朋友 覺得得物無所用 懂得玩的朋友 每個都帶去外國 不懂得玩的朋友 覺得得物無所用 懂得玩的朋友 每個都帶去外國 就像馬拉雅有些團友 專門帶去酒店 看波 看成是全都看的 當然你裝甚麼apps 你要照顧法律的情況 就是我不負責任的 沒有遊戲1088 有遊戲1388 怎樣訂購 可以WhatsApp我 66982429 或者直接上來 我們新田地街 576號7樓依購買 不過最好都WhatsApp我 因為貨櫃貴 我們不會儲很多 WhatsApp18有沒有貨 我租了一個地方 其中的原因是 因為我真的頂你這群人很不信 好像他們也是這樣 Sweetie TV也是這樣 四海他們也是這樣 因為他們還未明白配合門司的重要度 後來Sweetie TV用多時間解決了 要做 你消貨 我知道現在外面的環境是怎樣 你外面賣一部電視盒 爛糕那些Android電視盒 握糕人那些 賣幾個水 四五個水 我當然 我是完全不玩電視盒的人 因為我講真 我賣電視盒而已 我一定是看Low 看Lavage 看友善 看正版的東西 對我來說 好了 但是 當我要賣Sweetie TV 賣一個電腦的時候 我就當然了解一些對類似的商品 我要很負責樣地跟大家說 Sweetie TV是比你強一千倍 於是他就落在我手上 我就會向大家推銷 而他就是給別人貴幾百元 但是你客人不知道 所以在那幾百元的差別 不是因為要認住林康正的嘴頭 你就是要做到一個好的服務 令到一些東西越來越容易用 現在買了Sweetie TV是不適用的 但是對比之前 我們初初的Sweetie TV 這已經是完全兩件事 OK 長假期 預測疫情 大家留在家裡的時間很多 最好是甚麼呢 如果你問我personally 最建議大家當然要安裝Netflix 九十多元有四個戶口 但我不跟自己買廣告 我覺得大家當然要同溫 啤梨晚報 或者上來買一部Sweetie TV 記住 我再說一次 Sweetie TV 不要當作是機頂盒 Sweetie TV是一部電腦 我現在玩得很熟 所以這次我真的認為是這麼多人 有些朋友還未很熟 有些就很熟 它有四個戶口 我認為大家都不會用 但其實是很有用的 電腦的戶口 我認為真的很划算 Eddie 如果大家聽到我今天的節目 就麻煩你一聲抄襲月光寶盒出來 我給以前的人跟我去月光寶盒 因為月光寶盒到今時今日 即使出了這麼久 我一萬多隻遊戲 連二千多隻遊戲我都忘記了 月光寶盒現在都要賣 怎麼便宜都七八個水 但我已經有四個用途 我賣多少錢 1388 如果我沒有遊戲機 是1088 影視中心是甚麼呢 可以這樣說 電視上 電腦上看到的東西 全部都看到了 甚麼劇 外國的本地 當然 看球 各樣各樣 如果你的地區犯不犯法 你就要自己考慮 所以我們沒有跟你們裝上Apps 我們是pre-install 如果你要了解自己的家所在的地方 學法律 因為我們是守法的 不可以安裝Apps 你就不要安裝 例如有些英國Apps Sky TV 你便可以看球 就是這樣 大家可以上來買 有現貨1088和1388 或者這樣 昨天我和Sweet TV 做了一粒爬聊天 看看有甚麼可以改善的東西 他答應我 但要給時間去 就直接寫一個program 在Sweet TV上 變成你一開機 Sweet TV那一格 就一定是去到我們 不是Bellet頻道 是直播 就可以直接入Track Room 但要給時間去 寫一個program 到時Sweet TV 有Sweet TV的朋友 就有福 但我覺得你玩Sweet TV的人 懂得玩 我想都懂得找Bellet頻道 所以這是很麻煩的一件事 Sweet TV更加是大賣 第八代Sweet TV 稍後我還要安排 Developer上來 抄了手指給我 到時我可以在自己 跟你們上一代新的系統 因為新的系統很爽 早上有些網友來 就發現我在看電影 因為今早很早回來 10點都還沒回來 做完東西看電影